在這裏的話呢,我們先來看一下第二題這邊的題目 題目有點長,慢慢來一起看 題目說,有某一個流星雨 然後呢,極大期發生在某一天,某一個月的某一天 這裏先提醒你的是 某一個星座的流星雨 那個星座叫做背景 我所謂背景指的是,它在比較遠的地方 離我們比較近的是流星 因為你要記得流星指的是好多的碎屑,跟誰在撞 跟我們的大系在撞,摩擦才會看到流星 所以流星事實上是在大系層的位置 有一個女孩,你到底講完了沒 我只覺得你的動作比我還要更大 所以這裡說,陰仙座流星雨 就是呢,他在陰仙座的方向看到了他的前方有好多的流星 那極大期發生在八月份的十二日 他也告訴你最佳的觀測時段 是那一天的晚上到隔天的清晨 然後呢 然後就告訴你說 他的輻射點 大概呢,從九點半某一邊一直到隔天的兩點 也就如果呢,你有去看過一些的照片 他通常呢,好多個點點點 你可以找到呢,他的某一個中心點 從那裡發散出去 視野上我們會看到,他應該有某一個地方 好多個線條 因為那一些流星,等於那一些碎粒 那一些的小碎塊掉在同一側 只是因為地球比較近而被我們吸引 什麼意思呢,我這裡畫了一張圖 我們先來看他好了 我這裡畫了一張小小的圖 有兩個圓圈圈 一個圓圈圈,表示的是我們地球在自轉 喔不,地球 繞著太陽公公在轉圈圈 所以呢,我的地球在這裡 然後藍色是地球繞著太陽公公 我們在轉圈圈 地球繞著太陽公公公 而同時間呢,會心也繞著太陽 在轉淡晴的 會心有分短週期的跟長週期的 短週期的話呢,基本上 離我們比較近 就在冥王星附近 那如果呢 长周期的就在更外围 更遥远 我们通常就会说了欧特语的位置 不论如何 彗星有的离太阳近 有的离太阳远 有分短周期跟长周期 就像地球绕太阳公公转 地球算内全是属于短周期的 而外面的类目行星 外面的类目行星 它距离比较远 也就是R比较大 花绕圈花的时间 T也会比较长 那是属于长周期 但不论如何 彗星绕一绕 彗星怎么了 它是不稳定的 它的物质距离在一起 它常常边运行 边掉血线 边掉垃圾 所以我这里才写 彗星有尾巴 一种叫做离子尾 一种叫做陈癌尾 陈癌尾比较重 常常受到重力的影响 另外一种尾巴叫做离子尾 离子化它比较轻 所以意思也就是说 那个离子尾离子常常太阳的太阳风吹 直接离子尾刚好跟太阳的方向完全的相反 而陈癌尾会顺着我们的彗星 动的方向就被风吹一点点 所以我这里才写 它会歪一点点 总之有离子尾跟陈癌尾两种 那么呢 现在的问题是陈癌尾是小颗粒 这一些碎块怎么了 掉啊掉啊掉掉掉掉 掉在运行的轨道附近 如果刚好地球落太阳的轨道 跟彗星落太阳的轨道比较近 这一圈破该位置 你说垃圾都在那里 地球一直在转 垃圾堆在那里 地球还是要转过去 就受到我们的引力吸引 而这一些垃圾 这一些碎粒 就跟我们的大气发生了摩擦 所以流星雨是这样来的 主要是彗星掉的垃圾 来我们再回到题目本身 所以等于呢 那个垃圾到底在哪里 几乎就这里所谓的辐射点咯 然后他就说了 高等 来辐射点在2009、2010、2011的8月份 也都有类似的情形 而阴仙座也有类似的情形 每年都发生 都在8月的那几天 因为地球落太阳转的轨道 就是那几天运行到该位置 而垃圾就一直停留在该位置 绕一圈 吸得过来 不会完全吸干净 再绕第二圈 来到这里 又吸得过来 再到第三圈 又 在该时间倒打开附近 垃圾又被吸过来 所以才会几乎都叫做同样的时间点 8月中 所以他会问你 何时的解释比较合理 就是我们有做旗性的运动 所以才会挑 1选项 周旗性的出现 就这样咯 所以你要记得 流星从哪里来 流星雨从哪里来 为何他会有流星雨 就能够解决掉这一题了 好